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南韩大选倒数计时上演亲美派和亲中派大战 最后胜出者将对台湾带来哪些影响 恶物开战 全球股市震撼教育 虎年避免羊入虎口率先阵亡 如何做好趋吉避凶 投资选股 更多精彩内容都在今天的老谢看世界 各位观众晚安 我是谢金河 欢迎再度收看老谢看世界 这个礼拜所有的焦点都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那么它对金融市场带来非常巨大的冲击 我们先来看看在整个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 美国开始发动对俄罗斯的整个金融制裁 在俄罗斯的卢布啊 它开始快速的贬值到将近90 这个卢布的贬值也带动俄罗斯的股市啊 大幅度下滑 我们看到到礼拜四的收盘是 2058.1 大家知道这个最高点4672.26 然后呢 刹到最低的时候呢 它剩下1586 这个跌幅啊 大概将近70% 所以俄罗斯的大跌呢 它所带动的包括俄罗斯的 这是RTS的这个外美元计价的 那么这个俄罗斯的国内的股市啊 同样也都出现大幅度的下滑 这个大幅度下滑之后呢 莫斯科的政交手 立即宣布停止交易 但是一开始呢 照样大幅下滑 所以这个情况大家要非常注意的 也就是理论上呢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乌克兰毫无招架之力 但是呢 俄罗斯在金融制裁当中呢 它的所有金融指标全部都大幅的滑落 我们也看到在国际金融市场当中 第一个呢 恐慌指数啊 最高冲到35.98 最后收盘是30.32 而房金的价格最高到17973.17 但是呢 收盘之后呢 剩下1907 在礼拜四的震荡呢 它出现非常戏剧性的走势 我们也看到乌克兰的货币啊 那么今年也呈现大幅度的贬值 那么在金融市场当中呢 恐慌指数拉高之后呢 回到低点 另外包括房金的价格 我们也看到油价呢 也明显从高档慢慢滑下来 那么最大的美元的指数啊 最后来到97.052 我们看到美元指数最高97.73 换句话说呢 美元一度成为避险的货币 而比特币呢 一度拉高 但是幅度不大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我们看到北海布伦特原油啊 最高到105.97 最后收盘103.53 天然气呢 波动没有太大 但是WTI的西德州原油呢 也跳过100 最到100.35 油价破百之后呢 到底会不会到最高点 它最增加未来的整个通胀的压力 所以我们看到CRB的指数啊 不断的往上冲高 包括BDI的这个指数啊 也大幅度上涨 所以我们大概可以看到 在俄罗斯这一次边境冲突当中呢 从金价到俄罗斯股市到油价 比特币到澳琼指数呢 都出现大幅的震荡 那么在香港的指数啊 那么恒生指数呢 包括相关的个股 那么跌幅也非常重大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看到在礼拜四的晚上呢 那斯达克原来是开盘是杀到最低 但是呢 他最后收盘出现意外性的大涨 这个大涨最大的关键是 他前面这一波啊 他跌幅其实很重啦 在杀这一波的时候呢 相对恐慌的力道减弱 减弱之后呢 大家非常注意的 那斯达克在这个时候 礼拜四的开盘的最低点 未来几天他如果能够挺住 那大致上呢 美国股市大概会转回为安 我们看到现在相对来讲 半导体的指数啊 在连线附近 那么这个连线啊 现在那斯达克 如果不能很快速的 站上连线呢 他会未来会有一些压力 我们可以看到 台股是在全球金融市场 大震荡当中啊 台股是表现相对最初类拔萃的市场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台湾在到目前为止 全世界都纷纷跌破连线的情况之下呢 台股仍然离连线非常的远 所以这个跟台股的基本面 有非常大的关系 这个时候呢 也特别给大家参考 戴城志董事长特别讲 台股登兰两万还有两兆活水 那这个时候呢 大家可以看到 未来登两兆可能有困难 但是一万八千点 戴城志讲说 站在一万八的时间 会比一万八以下要久 未来台股是一个漫长调整的道理 你看到在这一波当中啊 连电股价大幅下修 就跌到51.8 这个情况都值得大家注意 在美国你看到 那这个莫德纳市原来股价 飙涨到497.49 现在刹到 这一场135.1 那 ARK呢 刹从159 现在掉到65 整个全世界的市值大幅 开始很大的变化 你看到 FB的市值啊 已经跌到5600多亿了 那台股呢 现在我们可以看出来 从台积电 莲华科的 鸿海中华电 到台塑化 富邦金 国泰金 长荣县第八名 南亚到台塑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在市值上的最大的变动 那我想等一下回来 我们要针对今天的 整个乌克兰跟俄罗斯的边界冲突的纠纷 来跟大家共同探讨 未来投资策略 稍微来 乌克兰这个事情呢 其实就充满了俄罗斯的文化的色彩 我想它就像这个俄罗斯娃娃一样 这个套路一个娃娃套着一个娃娃 再套一个娃娃 那在乌克兰这个大的这个娃娃里面 套着一个这个Donezhka跟那个Lugansk 那然后外面呢是俄罗斯包着乌克兰 然后在俄罗斯的外面呢有另外一包是这个北约跟欧盟 然后在外面是美国跟G7这个大的就一层一层抱在一起 那我们在所有人都在观音说那最后的赢家跟输家到底是谁 那大家都说美国到底会不会跟他开战 我说不会 因为美国跟欧盟所设定的战场完全不在军事的战场上面 他就是在金融战跟经济战的这个战场 所以两边设定的战场根本就是不一样的 那在普丁设定的这个军事的战场上呢 他被他套住的这个乌克兰是没有胜算的 但是在大的经济跟金融的这个市场上面呢 普丁基本上是没有胜算 我们刚刚可以看到就是说他在发动这个战争 大家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就说其实现在这个时候呢 已经是整个大战真正的大冲突的一个接近的尾声 要不是高峰已经过去了 那就是已经接近高峰 我们看到的这个俄罗斯的骨慧式的高点 那从那个11月的高点到现在 那俄罗斯有两个指数了 一个是MOEX 那个是他国内的这个45家大型的机油公司 另外一个是RTSI RTSI是用美元计价的 是外资在看 那RTSI从那个时候的高点2300点到昨天 跌到剩下800多点 740几点 已经跌掉64% 就是他一个在这么短的三个月的时间里面 所有的这个俄国围绕在普丁周 因为他的这个指数的成分股 全部都是普丁的这个内围的这群富豪 那他围绕了他这群人的身价全部都减掉70% 那然后我算过他前面俄罗斯的前五大富豪 全部都是普丁维持起来给他特权 让他做天然气石油发财的这群人 他前五大富豪在过去三个月之内 少掉1兆5000亿台币的身价 那打仗要钱的 打仗要钱的 我们也请这个易光兄来跟大家来谈一谈 他对金融市场 这种冲击你怎么看 那我们对于这一次的这个俄罗斯的事件 那从他的这个经济面来看 那主要俄罗斯他的这个天然气出口国 那占这个整个全世界是23% 占欧洲是40% 然后还有铝 原油 钢铁 还有整个这个特化的部分 占比重都在两位数以上 所以这一次的这个 Comarty的这部分的报价 事实上是呈现比较大幅的一个上扬 但是他这一次的这个债务跟GDP比只有17.88 等于说他这次的这个债务比没有像在1998年 当时143.95来的这么高 所以我们觉得说这部分的这个所谓的default危机 相对来讲应该是比较低的 那我们可以从近期的整体的这个报价 可以看到 包括靶金 镍 铝 原油 还有天然气跟小麦 尤其是小麦 昨天盘中还有涨停期货的部分 我们说克里米亚当时的这个状况 跟现在来做比较 我们可以看到在2014年2月份的时候 当时克里米亚的这个战争 它基本上只花不到一个月时间 那如果是真正到这个首都 事实上只有一个礼拜之内就把它拿下来 所以速度非常快 那当时的这个报价 原物料报价差不多涨6到5% 然后之后过了这个两三个礼拜之后就跌下来 所以我觉得最近的这个卡玛提的这个报价 应该在这个时间点应该是最 最最最最紧张的一个阶段 应该最紧张的阶段 因为从这个卡玛提的这样的一个数字 可以看出来 那对于台湾的影响上来看的话 好